再進去,adjoin, 想著畢業, 想著香港讀書, 還是達學讀書, 怎樣影響他 先寫出來,第一個排選擇, 你要排選擇在香港, 因為他選擇了選擇 第二個, 你要排選擇名單, 第一和第二選擇 然後再進去, 怎樣增加他的課程 你記得最簡單來說, 如果方便你做, 我們就是有一個方法 讓你去溫一溫的, 就是講一個, 最高價值的選擇 然後再加上你本身的選擇選擇, 可能下面有任何錢或時間的增加 好, 就是選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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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們就逐個看, 第一年就取消了, 如果他在香港讀書 那就是簡單來說, 這個就是說明南中國的 這個就是說明南中國的 這個就是說明南香港的 這個就是說明南香港的 那這裡便宜一點的話, 這個又是真的 然後, 你變成了你的錢的費用是少了, 在本地讀書 那所以的話, 一一定適合, C 就靠差了 那接著再下去的話, 呢 這個應該是會令到他的價值上升了 所以是會令到你的HIGHEST VALUE OPTION FOR GONE 那個價值上升 所以這個就不行了 而, 應該選擇BOY 這個, 不太難的 那BOY的話, 應該就會是 就是, 80% 人對 有沒有看錯? 但是, 80% 就是這樣